來 我請教高雄朗的柏惟 剛剛謝謝柏惟幫我還原今天的狀況 那我知道我這兩天的一個疑惑 雖然高雄市議會的場面我播了很多 那因為我昨天遇到我們鄰居 那是喝冬的 喝冬的說當年跑去哪裡 他說當年去做復健 我說做復健 為什麼 他說他都已經連續有一段時間都睡不好 他說他整個手就睡不好的狀況底下 手臂就是整個大概一直很緊 然後也很多副作用出來 那重點是說他失眠很久 問人家他說董娘為什麼會失眠 他說他很煩惱 他說現在韓國瑜知識度最高 應該有可能會算到中痛 那因為我沒有再問下去 我說因為韓國瑜可能會動算中痛 他說知識度好高 他都要失眠很久 那我剛剛聽到博文 很原始的去還原市議會的狀況 可是因為他有可能會做我們的總統 人民真的會不會煩惱 來 郭宏來 博文你怎麼看 先把大家度假 我們打拚肉不夠 不夠韓國瑜秀來 其實選情我們就說包括摩天倫 包括他很多市場的市場 其實都是天馬行空 說會夠做不夠的東西 結果他都沒回答 原來現在想到 他不是沒回答 他不可以回答 他回答不出來 現在今天的問題有問 整個行政區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都說不出來 就要議長要經過問三番四千之後 他才有辦法 再來說 啊這個三八的市場 知道不要騙了 快說啊 說說的沒回答 這其實都很矯情 而且很噁心 大家要記得 韓國瑜為什麼出名 他不是打拚出名 他是在白農的時候 他去接受到黃色堅的一順 他去回答 因為我這個圖子跟著月亮走 我三個月在那裡唇槍舌劍 去穿起來 表示什麼 他有去接受這順的能力 他有準備功課的能力 他的頭部還會用 不像現在看起來像在空這樣 但是結果他在說 現在所以為什麼 他是挑鋼的 他是挑鋼 給議員 給市民民眾朋友 感覺說 我 你們這些民進黨議員 就是看不慣 我國民黨的韓國瑜當市長 因為這個記者會 他真的這樣說 而且大家要知道 還有平行世界的存在 有一個媒體報告他叫什麼 他說 韓國瑜改水為了方便他們加大 所以 每次打算的時候 就說一次高雄發大財 讓他們比較好消遷就對了 其實大家要知道一個重點 在銀墓上面看到那個人 如果那個人生了大口 是那個人大口 那個人生了壞是那個人壞 那個人生了壞 是因為那個人壞 不是因為加大的人 不是白的人 去跟便座 頭陸的位 都沒有那個問題 那個人生了怎麼樣 是由那個人 自己決定的 今天韓國瑜在金木 裡面表現 他把他轉移焦點 你們都扭曲抹黑 剪接造謠 都是你們民進黨藍綠惡豆 其實這是很惡意 扭曲的這個行為 態度 非常恐怖 所以你要反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有他的名牌的選團 那個平行世界 像今天走平板的時候 他說因為綠的民進黨的議員 都沒有讓他看他要答題的這個題目跟選項 他其實他說的都不是屬實 但是他就是在這樣 扭曲抹黑 不讓他看 對 他說他沒有東西 都沒有東西 我們屬實上有 他說 可是他用聽的就好啦 聽的就知道問題是什麼 背心不用看那個 對 其實沒有人在戴那個 所以其實他就是在黑白講 但是黑白講又有人信 所以這個時候就知道 外國媒體的影響越重要 因為剛好幫他講過的媒體 就是整個天去參加那個會議 好 所以我們收集回來 其實王陽跟美中貿易戰 有一個連結成 王陽為什麼要跳出來 和台灣的這些媒體去說 你們那個兩年後 台灣黨局自己也不能夠掌握局勢 實際上 共產黨有分成紅區黨跟白區黨 紅區黨跟白區黨 紅區就是正紅軍 延安那一塊的叫紅區黨 其他白區黨是民國初年 在國民黨從事地下情報跟分化的 那個時候怎麼分化 他一方面叫前鋒部隊去打日軍 一方面在後面 你怎麼這樣子打死傷慘重 挑撥分化情報戰混亂 這都是共產黨的行為 其實和我們現在台灣的 這些媒體的作為一模一模 所以今天為什麼在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王陽跳出來說這句話 其實他是要跟習近平說 說現在25%的關稅加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美國提高的關稅 你中國要從上面的籌碼 比較好担拔嘛 為什麼他們一直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因為中國找不到開桌的企業 這個民間的企業 差不多分成三種國營的需要 外資的需要 可能還有差過 還有民間的需要 你習近平必須要找出 對的企業 還是對的企業 我可以出手 我還可以來美國 丟調 他要出手的時候 白區黨的人挑采說好喔 你如果要台的位 你錢也不好台北 我的利益團體跟公司 這樣就沒有 我會給你避免 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視頻 這個影片 王楊的影片 水出來 水下架 李千金水翻起來 習近平水翻起來 所以整個國際情勢 和中國的 其實他就是一個壓力 國內部壓力非常大 在複雜 所以說什麼突襲 還是說為什麼要 這個憲台灣媒體一不一 不是 他們自己也很煩惱 所以台灣的態度 必須要站在自己的處理 那你覺得習近平的下一步呢 會屈服退讓 還是就是火車正面對撞 問題是有這個本錢嗎 他要先處理自己國內的問題 他要先處理 什麼意思 他要先從 比如說好 我真的要講 我真的好接受他的條件 但是我過去 我的東西 我的産業 我是求搶偷而來的 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是求搶偷 產業的部分是叫養套殺 那現在我不能求 不能搶不能偷 因為這次貿易戰很重點 在談這個智慧財產權 你不能用偷的來跟我談 你不能喬丹告音 糾等啊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一定要有出手 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跟美國 特性一個 世界標準的 市場經濟國家 因為 中國已經兩島 在離空一半年的年中 和離空今年的年齊 去由美國跟WTO 去指令說 你不是 你是非市場經濟國家 這個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 你們偷遊到 太過色的勞工 維繁工廠時間 或是說這個工廠環境的方式 來攝影 最後你又有這個 智慧財產權剽竊的 嫌疑 你不能用這種 比較低成本的方式 來調整我們這些 高附加價值的商品